大乔 能给我倒杯水吗 我有事 先出去一下 你这闺蜜不行啊 你有病 她跑得比谁都快 我来 你去休息就行 那我去拖地吧 不用 你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 剩下的交给我 我可是女强人呢 大乔 你怎么还不睡啊 我把这个相机送完 你先睡吧 这是什么 谢啦 狗富贵 你不相望 我可就等着抱你大腿了 没问题 这个衣服很贵的 那边有九十九三件的 要不你去看看那个 谁说我闺蜜买不起的 除了这件不要 你其他都抱下来 好的 我这就去帮这位客人抱下来 你干嘛呀 太过了 说好以后让你抱大腿了 以后不用租房子了 全款写的名字哦 财神也写零了 真的恢复的不错呀 哦 医生 医药费多少钱 我去交费 你的医药费已经交过了呀 交过了 谁帮我交的呀 就是那个门口一直哭的女生 在回忆里完整 想把你抱进神经里面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你打了三个电话我才接到 我要是没接到 你该怎么办呀 我还过去了 之前我还是说不着我好你的 可是我现在 见了你的电话 都不能及时接到 我要失去你了 该怎么办呀 不会的 我以后还要帮你大腿一辈子呢 就是我心中 永恒在天空 以后我闺蜜就在我公司上班了 你帮我照顾好她 放心老板 包在我身上 哎 您闺蜜叫 陆大强 千万不能让她说到一斤点位 大强岁怎么还这么小的公司上班 简直是胡闹 家里那么多公司让她继承 好来当个实习生 你秘书 帮我盯着点 是 策划不错 组长 这策划是我们小组一起想的 您这么做 策划虽然是我们做的 但还是王组长带领的好 对呀 还得次组长英明啊 没有组长 我们肯定想不出来 以后主管作对 要不然在公司 你们有好日子过了 怎么还不下班 我去接你吧 我马上要结婚了 你们作为下属 往里面包两千块就可以了 没现金 没关系 转账也可以 手机你有吧 有 但是 你不会 结婚是好事 王组长 您放心 红包一定送到 也对呀 这么大的歧视 公司有规定 私下不能收红包 我有收红包吗 没有没有 我们都是自愿的 对呀 让人喜气嘛 怎么这么吵 王经理 王经理 我要举报 我们组长滥用职权 私收红包 舅舅 就是这个红大乔 一直和我作对 那收红包的事 没收没收 我们这是提前 就阻挡新婚快乐 对对对 新婚祝福 现在你知道了 我是你惹不起 现在就给我收拾东西 给我滚蛋 我看谁敢动我闺蜜 你 每一年 我就 Cannes ? 什么 什么 宝宝 刻 我 你